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以自己主观理解别人的想法 还和别人说这算是做假见证吗 这个判断不太容易 但是要留意一点是 做假见证很多这个诫命是强调主观的 主观意识里面我知道这个是假的 我却故意的去宣扬它 以达成某种对对方的不利 或者随坏对方的名义 因为实践要求我们顺从神 按照神的旨意去 在人的关系当中去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当他认识到神的旨意的时候 带着意识去顺服的时候 去运速自己的行为 规范自己的行为 但是当一个人他认知有限 他主观上是诚实的 但是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可能是错的 可能跟那个人的实际情况不一致 他以为是这样 他是诚诚实实地以为他那样 结果造成什么呢 他错误的判断 这个方面至少动机上不是作为证 但是但是有个问题 仅止我们作假监证其中有个 就不要背后或者公开的 私下的去去有损别人名誉的事情 假如说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对对方有损名誉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讲 所以从整个综合来看 动机上不是 他不是邪恶的去想毁了对方 他真的认为这是真的 所以在讲 他以为做真见证 但是这种背后假人 造成对别人的这个 名誉的毁坏这种性质呢 他属于做假见证 所以遵守律法是很难的 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血气 能完全遵守律法 因为律法要求的太完美了 因此我们需要基督的救赎 那获得救赎的人 律法成为我们生活的规范 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 竭力的去 凭着对基督的敬畏和爱 甘心乐意去 对律法这种要求 神的质疑元素来规范我们的生活 所以一方面带着悔改 另一方面 仰赖神的恩典 去过这档心仰生活